欧成本啊什么这些问题 在中国恰恰是 我们现在也在提匠人精神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 我们现阶段特别缺的 我们现在刚才金老师说 我们现在在日本的 走山寨的这个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山寨的末期阶段 末期阶段那个 应该发挥点匠人精神 其实中国历史上不乏匠人精神 比如说干匠末一做剑的 对不对 那个勾剑 不是他那个剑出土了2000年吧 还可以是吧 越往勾剑那个剑 就在湖北出土的 所以你要做那个剑的人 他肯定是有工历精神的 所以其实我们历史上并不缺 特别是我觉得江泽那一带 这个是挺多的 只不过就是整个社会 你说中国大 十四亿人 所以跟日本比例就小一点 日本毕竟小 一点二七亿人 绝对这样减少三十六万 是我们十一分之一 那个中国呢 实际上看中国 中国特别复杂 中国呢 对于是一个 就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 搞得一块的国家 知道吗 我们有前现代问题 是吧 因为有些地方还打老婆呢 对 对吧 说必抽 还是不要 有吧 对 这么前现代嘛 土都不得了的 对不对 那个 后现代也有啊 对不对 两个老头结婚 对不对 那个也有嘛 中国特别复杂的 然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很难用一个东西 去要求大家 有些行业 能有条件 工匠精神 你就鼓励 然后其他反正 有些地方要求 就不要那么高了 对吧 有些地方脱贫就行了 对不对 我看这个 说日本经济的 写一个 说日本现在的中小企业 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这个困难 跟中国现在中小企业 遇到这种困难 是一样的吗 现在 应该有差别 因为中国的中小企业 我感觉它最主要的困难 是资金 资金链 它保证不了 它没有 咱们在很大程度上 官方的贷款 都给那个大众企业 然后小企业 大家没人看得上你 银行 觉得不给你贷款 觉得你没戏 在日本呢 它中小企业 它小企业主要还是 市场的问题 它生产的产品 市场保证不了 这个是双方截然不同的 但是总的来说呢 日本的中小企业 它存活的 相对的 我认为 比如我们中小企业 会生存的会好 为什么呢 它和大企业之间 这种协作关系 是根深蒂固的 你比如说 我东芝汽车 你给我生产这个螺丝 这些中小企业 给我生产螺丝 或者几个小的零部件 都是过年 多年形成的一个网络 而且它不容易变化 它不像中国 来个别的中小企业 到这来 到这来一撬 然后就变了 它那不然 它形成的这种 商业网络呀 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它是个产业集群 对 对 相互一成 困难的时候呢 不抛弃它 然后 小企业赚的钱 也帮它 它是这么一个 其实它是个 集体主义社会的一个产物 对对对 然后中国的中小企业问题 我是研究美国的 我觉得是中美 现在一样 美国中小企业很困难 也是这样 资金拿不到 咱们国家 现在是2700多万的 技巧学生 但全世界一半 所以中国呢 不需要每个人工匠 是吧 每个工匠呢 没有活干了 就十个人 有一个工匠就可以了 但是说起这些技巧 我真的是觉得 我将来的孩子 如果考不上大学 就上技巧吧 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有一门技术 是特别好的 对对对 这个中国人的思路 还是确实你这个很对 就是中国实际上 缺这么一部分人 就是叫高级工匠 其实咱们这部分少 而且这部分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八级工 他工资低得要命 对 实际上日本跟咱们 这种相反 他对这些技术工人 高技术的工人 他非常重视 据说现在也不低了 他拿的工资很高 所以大家呢 另外再加上 他的这种职业教育 反正他确实 再加上他的工匠精神 谢谢大家